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里面的点状图你就已经看得出来 它比我们当时候里面来讲的预估值 以及未来里面的目标值 就是这个FED它预备升息 未来它的终极目标到底是多少 大约是在4.4或是在4.6 到今年年底里面来讲的话 大约还有升息三码以上的一个空间 好了 如果你这样的FED的报告 这样子的出来 加上你的Bauer 你的一个言谈之间 你非常的硬派 你讲说未来美国的通膨的数字 就是要达到2% 我说拜托 2%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那你的利率的目标是4.4到4.6 你的通膨的目标降到2% 那你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 你们又要公平 又要社会正义 对不对 然后你要美中贸易大战 你又不肯去用便宜的人工 便宜的一个东西 你又要在整个欧洲 去遵循你欧美的联盟 你又不肯让 不肯让他们去用俄罗斯 经过乌克兰的天然气石油 你现在把它变成2% 那你这样子会造成什么 你会造成整个一个 研究单位上面来讲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些的变化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去注意 这样的变化会造就出来 美国的美元 它本来按照到底讲 9月份升息三马之后 它会战告一个段落 我是不是在上个礼拜讲说 你这样的言论一出来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因为蜀方不能够讲 整个一个目标 我说很有可能 美元就直接跟台币 向32块走 因为那是之前的一个关卡 你看到今天为止 它已经到31.85 涨得快要两脚 那你这样过程中 你的市场上面的信心 会更来的一个缺乏 会对我们的一个台湾 它尤其是在被动型的基金 不然你的台湾股市要有多好 你除非让它相信 而坚信你的台湾 它的股市上面 它的繁荣的程度 能够去什么 盖过它跟银行 我说它的基础利率里面来讲 未来目标是4.4到4.6 对不对 到年底之前 它还要升三码 现在还没有4.4 4.6 到明年 你就会发觉 今年升完之后 明年升起的码数就很少 所以那就代表预期什么 预期你未来里面来讲 我说当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包有说出 你不惜牺牲经济的成长 让经济来衰退 完成你的通货膨胀里面的降温 达成你的目标为2% 你这样市场一定会猜到什么 一定在所有的总体经济面 我说我讲的上个礼拜 讲了那么多的总体经济面 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样子一讲完之后 本来游泳池的水是在抽 当潮水退的时候 还能够看得出来 谁有没有穿泳裤 对不对 那假设你的游泳池没有水了呢 你有没有穿泳裤有什么重点 你穿一般的衣服也可以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就会产生 整个美国股市再度的波动 那你美国股市再度的波动的过程之中 它就是要去先行反应 我刚刚讲的 因为股市它是非常有效率的 它是非常有效率的 你本来按照大家讲 你9月份升息三马之后 你未来里面你升息的马数没那么多 你开始9月份就要跟以前一样 公布9月份升息三马之后开始反弹 可是你的FED的点降图 你一这样子的公布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去反应 你到年底之前还要再升三马 所以美国股市就产生了破底 但是我说这个破底 你要不要很在意 我说你也不用太在意 它其实你长期来看 它还是在一个压缩的箱形里面 还是会是一个复合底型 因为它会去反应年底之前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事先的反应之后 当你的股市我就跟大家讲 所有东西都会来自于什么 总体经济面很多东西 它都来自于阳谋 什么意思是阳谋 我先让你听到非常鹰派的一个言论 等到你经济真的衰退了 等到你股市的一个下滑 造成通货膨胀率里面的下来 我需不需要真的跟我当时候的预估值 去做升息 就不需要了 但是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在这个短期之中 它一定必须要反映你 总体经济的改变 而造成什么 我刚刚就讲了 我在上一杯谈到了 第一个你要用经济的衰退 来换取你达成你的通货膨胀率 对不对 你为了你的政治的目定 你在之前里面川普 他只是打特定的公司 你拜登你打所有的中国公司 你也不准其他的国家去卖 哪来的自由的贸易 你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台湾 我们台湾第一贸易国是美国 第二贸易国是欧洲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美国跟欧洲 对不对 我已经说过 可是我们的转运战是在中国大陆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都会有影响到 影响到的过程 因为你美国的影响最大 不然通货膨胀是我们台湾最高吗 我们台湾如果那么高 我们就不会说只有升息半码了 所以你美国就是因为通货膨胀 这么的严重 所以你的升息的码处 才会这么的高 你美国的股市一定会因为你 游泳池的水快没了 快没了过程中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的资金要去做转换 开始去做转换 至于做转换之后 你才会发觉到 在最近里面为什么 一些解封的概念个股很强 为什么一些所谓的产业的 龙头个股里面的地位 开始升高 为什么电子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开始又出现了一些的卖压 原因就是我在上个礼拜分析的 这是从总体经济面 它牵扯出来的 它跟产业上面来讲的话 不是很大的那个 它从总体经济面 它牵扯出来 因为我刚刚有谈到 因为你的中美贸易大战 你现在已经不是针对 一个个别公司 你是投拉库的 你杀死了NVIDIA 美国自己杀自己的NVIDIA 你砍倒了所谓AMD 那我们台湾呢 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要去留意的是 它的资金已经开始产生了移转 电子个股里面 因为我说 因为它这个波动在上个礼拜 它确定它要有这样的波动 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三天 今天已经第四天了 它要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过程中 所以你的资金就会开始跑动 跑动到一些什么 我们说在之前叫做 电子消费力的不足 从3C的产品里面的NB PC 手机再到PMIC 再到类比IC 对不对 慢慢降出来 你这样的电子的消费性的需求 里面的跑动过程中 它会变成什么 变成民生必需的 消费性需求的增加的资金 我说并不是说代表一定怎么样 而是消费性的电子的资金 会变成生活消费性 必须的一个增加 因为这个部分 才能够去摆脱什么 美国经济上面来讲 假设 他们一定要这样子的公平跟正义 影响到自由的贸易的过程之中 它要付出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 它的下降的速度会太慢 所以它宁愿要什么 要股市跌 要房市跌 要经济衰退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 拉回一些的资金到什么 到我刚刚跟你讲的 生活必须的一些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就要这样子的摆动的过程 你可能是同一个产业 你可能是同一个产业 譬如说你同样是电动车 但是你电动车里面来讲 你传产传产的你的一个价值 就会开始提升 你完全是电子的价值上面 同样是电动车 你可能就会受到什么 你说会受到什么 比价的压力 尤其在今天的破底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在高档个股里面 它就会产生的补跌 所以我上个礼拜我才会说 哪些哪些哪些 哪些个股你去追的 你不要算到鼠方我头上来 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说过你要去观察的 就是资金的移转 谁有续航力 或是谁有抗跌力 这就是你要去做留意的一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我就跟大家讲说 第一个 你要去留意 在指数创新低的过程中 它资金的移转 资金的移转的方式 以及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譬如说台积电 大家今天有台的主持人有问我说 台积电存股越存越低 0050的ETF再做破底 我说这样讲就不对了 为什么 台积电没有破底 0050破底 所以不是台积电造就出来 0050的破底 这样了解吗 我们来看看2881的富邦金破底 2882的国泰金破底 所以你要搞清楚 并不是台积电造就出来的 我也跟大家讲说 你要买国泰金 你要买富邦金 你就要知道高股息的ETF 在美国长期目标4.4到4.6 甚至美国十年公债的殖利率 越来越高的情况中 我说不利于高股息ETF的表现 你要存着高股息的ETF 你就不是看这一年 你就不是看明年的上半年 你就必须高达2到3年 10年里面你来看你的存股 如果你要去存股 你要金融个股 或是我们讲高股息的ETF 你用融资去买 你疯了吗 因为高股息的ETF 它只要是城市里面来讲话 它只要是5个%以上 它就可以纳入到高股息的成分个股 它只是高股息的ETF 它分成两种 一种你公布完股息 在全台湾前30名 就是富邦特选30 你要公布以后 有些是我预测 你过去这几年 你都是高股息 所以我现在可以买 所以现在还在买的高股息 是用预测出来的 因为几乎现在几乎所有的 席都已经公布完毕 所以你自己要去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去买金融个股 或是你要去买存股 我说存股是世界上面来讲 以人性而言最难最难做到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会怕 不然8523 为什么那么多跌停板 没有人去买股票 每次到了1万5 1万6 1万7 1万8 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去做存股动作 1万5千跌以上 你要做的就是股价 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如果你要去买 我说金融个股也好 因为跌很深 台积电也好 你就是用现股 你就是要印力 如果你未来的2到3年 你没有办法定期定额 或是你没有办法 每5%到10% 你就去做存股 你没有这个意志力的人 麻烦你就不是存股主 就像我说的 你要买两枝脚串串 用长线来换取 就是长期之间的盘整 来换取未来里面的打底的完成 你如果是做短线的人 你也没资格买 知己知彼 你才能够百战百胜 你是什么样类型的投资人 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做短线的投资朋友 你当然要等日KT交叉向上 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日KT都没有交叉向上 你要去做进场 你当然要买短线上面去站上 月线或是季线任何一条的 它就是比大盘来得强 然后长期的复合底 我认为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它轮动的速度会很快 你要了解到割稻草 割稻草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正乖率2到4%以上 你可以不卖 但是你不可以追高 但是如果你是做短线的人 你可以卖 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逻辑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热门个股拉回重要的支撑 不破你再来买 我刚才讲周线的正乖率 就五日线 2到4%以上 就是不要去做追高 台币指贬 才会对0050成分个股有利 就像我说的 你现在买0050的成分个股 麻烦就是纯股足 不然就是你要交给政府 你说政府有没有护盘 我告诉你政府我就给大家做一个举例 14000点 他不是说国安基金心里有灵 我先跟大家讲 大家知道吗 在之前里面来讲 台北股市从89000点 啪 这样子跌 其实跌到了这个条线 就是10年线以下 他就到了5255 到了5255的时候 其实国安基金就有宣布进场 我印象中他就有宣布进场 然后啪 他又跌到了3955 他又跌到了3955 我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你的国安基金 他到底8523宣布进场 还是14000宣布进场 他都有曾经跌破过 但他都有曾经跌破过 但历史上面告诉我们 国安基金只要宣布进场 你那个点位将来长期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把你国安基金的脸放哪里 只有一次没过 可是后来也过了 这一次也过 那就是李登辉前总统 他在一万多点 整个中国大陆射飞弹 射到海峡里面来讲的话 那个时候那是蛮惨的 不然的话其实都有过 所以大家我刚刚讲的 那么多的存股的一个观念 是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也就是说万事不是代表说 一定不会跌 但是长期来看 为什么我们看是复合底薪 他就是一定会过 他只是时间找你的问题 他一定会过 更何况在这一次里面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说基本面 这一次就是因为基本面的公布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拜登他才会这么敢升息 他就不惜用这种 我升息把你整个股市的资金抽掉 我升息让你的企业的成本增加 我让你衰退快一点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调整你的心态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从上个礼拜 我已经今天讲第四天 我说等Fed的报告就礼拜四 他公布以后 就美国的时间是 我们的时间是礼拜三的晚上 可是我们知道是礼拜四 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知道 他会有资金移转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的投资组合 就要去做一些转换 把电子的一些的资金上面来讲的话 稍微减 非电的组屋上的资金稍微增加 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这样子调整你的心态 这样你才能够去迎战未来 我的看法上面来讲的话 是没有改变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只要去留意这样的一个现象 长线投资朋友而言 你要买软件卡卡丢丢丢 麻烦一下没有信心没有耐心 就像你是存股主要用融资又没耐心 不要做存股主 因为没资格 因为你做不到 因为你办不到 如果你真的就是办不到 也不是不行 股市也不是不行 股市没有人规定你 一定都要当存股主 一定都要当长期投资者 你可以做短线操作者 但是短线操作者 你就要相对比大盘来得强的个股 那就是来自于从总体经济面 到个体经济面 你要自己去做的分析 不断的去做一些的调整 这就是短线的强势个股 你要去留意的 短线强势个股里面 留意的 我说是个体经济面 大盘的资金上面来讲的话 留意的是总体经济面 基本面也是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在今天里面 我们要推荐的一些个股上面 来详细的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 我们说的一个选择上面而言 如果你能够选到长线上面 它是在低基期 但是短线上面符合鼠方说的 站五月线或是站五季线 这一类型的个股是比较好 但是因为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因为整个电子个股 正在拉回的过程中 正在跟美国去做联动的过程中 所以电子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些的个股 产生补跌的效应 但是这些补跌的效应过去之后 我觉得还好 譬如电子个股里面 我们就说2025年之前 有一个类股族群 你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因为它到2025年 它都是快速性的爬坡 它今年可能刚开始 只是因为IC的一个缺货的不足 我就问你现在谁敢讲IC还在缺货 不可能了 金元代工怎么可能还会缺货 就不会的过程中 慢慢的测用的IC就会补齐 只是你在自驾系统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 可能中国大陆就会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AI人工智慧里面 你才是自驾系统的基础 所以你在今年里面 你一直拉货 跟NVIDIA拉完货之后 你明年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在自驾系统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 未来可能还是要靠欧美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只是说 我说电动车或是车用电子的概念个股 它很麻烦的原因 说2022年也很麻烦的原因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一下子这个比较强 一下子那个比较强 我说光是一个整流二集体上面就 一下子之前最早你记得吗 就是强帽强 什么蓬城强 德威强 后来就是台办强 对不对 它就这样不断的转 再过来 它就是整个一个湖联强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说湖联 你不要买到180以上 你算我的 我再跟你讲说是150几 我说2497的一粒店 你不要买到90块钱以上 你算我的 它叠下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的 整个森达科也好 什么各方面也好 都是跟大家讲 其实在这一波里面 很多的个股它就是复合地 但是你要在低档上面 去做一些的买进 网通跟IPC的部分 可能IPC的部分里面来讲 在最近有一些些的麻烦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欧美单 欧洲单 欧洲单有些的工业用的电脑 或是网通 它可能会有一些汇损 这个部分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我们现在看这一个 这一个你说它算传产股 还是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都可以 它是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主要的单子也是来自于 美系的 譬如说特斯拉 还有欧洲的一些的一个订单 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在今年它大约是4块多 明年里面来讲 4块到6块是不是能够成长5成 明年你要找成长5成的 其实在电动车的概念 个股里面并不多 像湖联都没办法成长5成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看它的一个股价 它是不是在长线的 长线的低基期 刚刚正在转强 而且出量 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在长线的低基期 而且刚刚才出量 所以它是长线的低基期 但是短线上面的强势个股 这个叫做中继站的买点 这里你自己去做了一些的留意 至于在解封的概念个股里面 蜀方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我说在11块12块13块 14块15块 我就叫你去买长龙航 我叫你去买华航 等的就是这个解封 你不要等到它三几块 四块你涨那么多了 你才告诉我解封的概念个股 或是旅行社的概念个股 我说旅行社的概念个股 只有一档 它的基期比较低 你来看 这是熊斯过去的涨幅 这是凤凰 当然是熊斯的基期 是比较低的 它比较靠近十年线 饭店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说饭店个股 在这个过程中 它本来就在十年线之下 我随便做个举例 你来看 2707的精华 我给大家看 这有没有在十年线以下 很多 不只只有所谓的一个精华 很多的饭店 都在十年线以下 你来看看 整个一个饮料类 这是美食 有没有在十年线以下 这是网品 有没有在十年线以下 所以很多的股票里面来讲 它是短线上面的一个转强 但是都是在长线低基期的个股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都可以去调整你的心态 去迎战你的未来 在这种过程中 只要把你投资组合 再度去进行一些的调整 其实在未来的台北股市里面 仍然有你的一片天 要跟上蜀方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